好,来,我们开始介绍第一课选择与消费 要进入课程之前,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经济学的出现 第二个,我为什么又要学经济学 经济学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我学会了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所以我们一起来探导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 但是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这一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那告诉你说,地球无论石油啦 我们个人的时间啦,精力啦 还有我们的各项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 我如何透过经济学将我有限的资源 做有效的使用来满足我的欲望 我的欲望,举一个实例 好,我们来举一个实例 小明是一位国中生 爸爸妈妈早上没有煮早餐的习惯 他每天给小明50块钱 让他可以出门去吃早餐 这个50块钱对于小明来说 是属于他的,就是他的有限资源 但是他的欲望很多 因为小明不是生产 他有非常多的欲望 他有哪些欲望呢 第一个,他当然想要吃早餐 第一个,想要填饱肚子 第二个,他想要买宝物 游戏上的宝物 第三个,他想要买漂亮的衣服 想一下 50块钱如何可以满足 可以买到 吃到早餐 买到宝物 又买到衣服 在现实生活当中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透过经济学 他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将有限的50块钱 来满足我们的欲望 第一个,这时候 如果小明懂得经济学的话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或许他可以30块钱吃早餐 然后存下来 50块钱里面的10块钱 存下来是可以买宝物 那50块钱里面的40块钱 还剩下10块钱 存起来准备买衣服 所以这50块钱 小明是不是 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50块钱里面 他得到了欲望的满足 什么满足 吃到了早餐 可以准备买到 存够钱之后可以买到宝物 然后存够钱的 可以买到衣服 这就是经济学 他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 他在解决你经济上的问题 透过小明的例子 让我们知道经济学 其实他在教你做一个好的选择 什么选择 这个选择就告诉你 你尽量做出 在有限资源里面做出来的选择 是一个不浪费有效率的选择 如果了解这些之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经济学的出现 就是研究将有限的资源 做有效率的使用 以达到人们最大的满足 以刚刚小明的例子来说 50块钱就是他的有限资源 我如何将钱做有效率的使用 分配了之后 然后达到他的最大满足 如果你做到这些 让你自己得到满足 我就说 你已经在做经济学里面 所研究的课题 那举一个实例 这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里面 中澳民国的资源 如何将台湾有限资源 做有效率的使用 以达到2300万的人民 最大的满足 如果他让2300万的人 得到满足 我说他做到 经济学里面所说的 好的选择 为什么会有经济学出现 我为什么又要学经济学 总而言之 因为资源有限 人的欲望无穷 经济学在解决 人们当面对资源有限的时候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欲望 无穷的欲望达到满足